这是我50年以来看过的最最好的美女 我说如果不选择她做冠军的 我要放过把电视台烧掉 然后找我做平板 公开来我说 可是真是美女 我一点不讲 当年丽智是50年难得一见的美女 我爱她 我可以为她去死 这句简短的话 倒进了李连杰对丽智的深情 尽管这应该是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但李连杰爱上丽智时已是已婚之人 为了追求这份爱情 她毫不顾忌外界的批评 果断地离开了和她共度六年时光的妻子黄秋燕 瞬间 黄秋燕曾为她付出的一切都似乎一文不值 她成了爱情中的牺牲品 李连杰和黄秋燕从小青梅竹马一同长大 一起学武 一起夺冠 他们一起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一起见证了彼此的落魄与辉煌 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情意 黄秋燕对李连杰日久深情 即使年轻时屁股后有一众追求者 但她谁也看不上 就认定了李连杰 而李连杰也喜欢了她无微不至的照顾 只不过谁也没想到 黄秋燕用真爱 用痴心 用悉心的陪伴 换来的却是李连杰的抛弃 那主要的错误都是我 我是人 我犯了错误 那再成伤害 我以为爱就是别人爱我 我挺开心 就是爱情 你喜欢我 你爱我 你为我付出一切 我喜欢你 我觉得就是了 我并没从来没感受过 原来我为你可以生 可以死 可以不要名 这个冲动 我没感受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在当年的香港娱乐圈 励志凭借其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被誉为人间有物 在拍摄电影时 李连杰也被励志的美深深吸引 他对励志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哪怕是身边有妻子和孩子 他都公然的抛之脑后 为了能够和励志在一起 李连杰二话不说 直接就对妻子提出离婚 听到这消息的黄秋燕 宛如晴天霹雳 他清楚李连杰的性格 苦苦哀求挽留无果后就选择了放手 对于黄秋燕 李连杰深知愧疚 便决定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黄秋燕 说是净身出户 倒不如说是将一个摊子全丢给了黄秋燕 因为那个时候的李连杰 并不富有 加上美国的房子是贷款的 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 一个单亲妈妈 又怎么能承受这一切呢 她只能将房子卖了租房住 一边要带着孩子 一边又要打工赚钱养家 而另一边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李连杰 她为了替励志还债 签下了卖生气 三年接了六部戏的合约 这么一对比不禁让人替黄秋燕感到愤怒 也因此李连杰与励志的爱情 一直以来都不被外界祝福 最近中国功夫巨星李连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与妻子励志的最新照片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励志在照片中显得面容消瘦 皱纹明显 眼神也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明亮有神 仿佛一个年迈的奶奶 这种衰老的迹象让人不禁感叹时光的无情 幸运的是 李连杰是真心爱励志 因此励志从未受过任何伤害 李连杰的整体外貌变化也很大 满脸皱纹 脸颊凹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同一时期 李连杰的前妻黄秋燕在公开活动中展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优雅 尽管已经年过花甲 但黄秋燕的皮肤依然白皙光滑 五官依然立体分明 她的眼角虽有细纹 但并不影响她的美丽 这种美丽不仅仅是外表 更是一种内在的气质和韵味 生活中的我们同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而且来得悄无声息 只有面对 只有坚强 只有咬着牙走过低谷 才能迎来新生 那时候李连杰已经很红了 已经拍过好多戏了 没有寄一点钱给黄秋燕 然后呢 我就问她 你每年是不是春节飞回北京去看女儿啊 然后她秋燕就说 没有啊 我大概有两三年没有回去了 因为我没有钱买飞机票